所以,我们能在人间短短的几十年中 积累无上功德与智慧 其实,你如果好好修 人间就是你的极乐地 人间就是你心灵的净土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师父告诉你们 只要有智慧 就算人间是五着恶事 你照样有生存洗净污垢的地方和修行的道场 师父还说 所以在人间 不管行住坐卧 都是宝贵的学佛行门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卢君洪台长师父 今天想和同修们分享几件事 我非常容易发口疮 隔三差五就会嘴里起泡 自从跟随师父心灵法门之后 就鲜少发口疮了 这几年印象中都没发过 我怀孕生孩子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不开心 并且虽然基本吃素 但没有许愿 导致肠胃不好 经常胀痛 甚至医生联系我做胃镜 后来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 读白话佛法 还有许愿吃素 肠胃完全好了 一点都不痛了 学佛几年 感想很多 现在少了我值 看清了 也放下了 人间只是短暂的旅途 就像小时候 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 因为没看到外面世界 还觉得挺好 直到搬到更大 更好的地方定居 才晓得以前好傻 我们的目标是 回到天上的家 师父的身边 既然这样 现在苦点累点 牺牲一下 又算什么呢 只要会去更好的地方 唯一的担心 就是使命完成不了 功德不够 没脸见师父 人生无常 真的没时间 再去浪费了 师兄们 我们互免 无时无刻 都在想念黑西装 只要我们精进努力 正信正念 师父会很欣慰 也一定会和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一起 更大程度上 加持我们的 感恩师兄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天晚上洗完澡 准备吹干头发 这时候 感觉后脑烧 一股钻心的疼 我心想 这是怎么了 这种疼痛 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起床之前 因为头痛的原因 一夜没怎么休息好 早晨做了一个梦 梦中 我前世开车 撞到了一个人的头 我在梦中 我在梦中 立刻跟他说 对不起 心中 也立刻想着起来 上早香的时候 会许小房子 这时候 后脑勺立刻不痛了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啊 原来 我在上辈子这个时间 撞到别人的头 才导致今世的头痛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通过梦境告诉我 在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其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其请诸位隆天护法 慈悲原谅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妈妈之前看过同修说 念经头发黑了 她就连着在佛台前 求几回 让自己头发变黑 没有针对头发念经 后来忘了这事了 每天就念经 从学佛到现在 有三年的时间了 现在 我妈妈生出很多黑发 头发也变黑很多 特别是最近 黑头发明显多了 今天我妈妈看到 一根掉下来的头发 根部两厘米左右是黑的 其余的部分 是黄白颜色 她最近没有染发 自从学了咱们法门 我妈妈身上好多病 都念经念好了 她妇科有一个囊肿 本来要手术的 通过念经不用手术了 囊肿变小 我妈妈的月子病也好了 她胳膊有一块地方 特别凉 念经念好了 还治好了 还治好了自己的心脏病 她以前突然晕倒过四回 二十多岁两回 四十多岁两回 去医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我妈妈拜佛时 感觉心脏往外骨 她针对心脏 念了一百零八张小房子 放生一千二百条鱼 念了礼佛大忏悔文 前前后后三个多月 念经念好了 我妈妈的腰疼 以前也没查出来什么原因 现在也念经念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慈父恩师 昨天早上起来 发现心情郁闷 头晕不舒服 总感觉天冷 睡觉盖被子担保了 就去上早香 无缘无故 香脚连续断了三只 我还想 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 以后要小心点 下午发现取暖器 莫名其妙坏了 马上意识到 这两天 没给房子要金者送小房子 赶紧去佛台烧送了五张小房子 给房子的要金者 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取暖器不要坏 这几天实在太冷了 加上又下雨 外出维修不方便 晚上取暖器还没好 我心想 要金者可能还没那么快 拿到小房子 也有可能不小心烧掉了 电器也有寿命 使用时间长了 也会坏的 今天早上 打算去放生 顺便修取暖器 刚拿到手 突然有个意念 试试再取修 刚通上电 发现取暖器居然好了 真的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小房子灵验无比 超度灵性少不了 师兄们 有时间要多念经 关键是排忧解难 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能够看到 这篇分享的师兄 多念经 精进修持 修心修行 奋上智慧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我昨天晚上 一个小开示上 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 一位老人家住医院 非常的贵 他一天要有五六百块 全身掉的掉瓶 但是呢 接着氧气 耳朵听得见 但是呢 他说不出来话 几个孩子在边上商量着 说 妈妈天天这么住下去 我们怎么办 几百块钱一天 我们怎么办 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妈妈听见 妈妈心疼孩子的钱 居然在晚上 从孩子们都离开 把自己的氧气瓶拔了 把自己的吊针拔了 离开了人间 说明什么 说明母亲是永远爱孩子的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 又有几个真正的 对得起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呢 所以孝顺 是学佛的根本之一啊 我们要好好地孝顺 要有慈悲心 又有慈悲心 就必须要有感恩心 想一想 我们的人从小长到大 有多少人 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 我们感恩他们了没有 我们对不起多少人啊 所以多想想别人好的地方 你就会有慈悲心生出 今天有慈悲心 你就不会去恨别人 当你不恨别人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菩提心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其实我们人只要仔细地关注 从古到今 各行各业的人 都有不为人知的 如菩萨一样的人间菩萨存在 他们也是为众生鞠躬尽瘁 相信他们前世都有修 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在人间的无量化身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